今天这个会议呢 是让你们提提意见 你们也知道我作为一家之主呢 也是比较名势理的 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我也愿意接受批评 你们说说我当家以来 有什么优点和不足的地方 妈 你的优点可多了 名势理 温柔 大方 还是个贤妻良母 这个都不算优点哈 这是我应该做的 您 您听说还行吧 你的优点 你的优点 你这人还不错吧 那我的缺点呢 妈 你的缺点就是 太辛苦了 平时要注意一下身体 儿子 妈妈知道了 你的缺点是早上骂孩子 中午骂我爸 晚上骂全家 何止骂全家呀 有时候连自己都骂 说自己眼瞎说嫁错人了呢 你别笑 何咸天 妈妈给你留的西瓜在冰箱里 一会你去吃哈 何咸斯 上次给你买的全套联系册 你写完了吗 这个周末必须全部写完啊 还有你 今天晚饭前把冬天的鞋全部刷了 我给你们零花钱呢 不是让你们出去乱花的 是因为你们表现的好 奖励给你们的 知道了吧 妈 我们表现的好 那是因为你教育的好 领导的好 嗯 这是你的 咱们想不懂跟谁学的这么虚伪 咱儿子那叫情商高 你以为都像你似的 不许说话 妈 我觉得和文娟说的对 如果这个家没有你 那早就得散了 嗯 这是你的 谢谢妈 别笑 咱闺女那是智商高 习惯你连孩子没随你 智商高是什么呀 智商高让别人高兴 智商高呢 智商高 拿着自己高兴 啥 那这些我没有吗 你啊 你是自己不高兴 也不让别人高兴 行了 上会吧 这样好了吧 又一分没落着 我看你指正下三高了 还用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